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勘为我们开示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来看 虽然佛教徒和佛佛教徒有些价值观念 生活观念 还有平时的行为上肯定表面上有一些矛盾或者冲突 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在非佛教徒当中心底很善良 应该做人 做事非常合情合理 其实这就是佛教所强调的精神观念或者价值观念 因为佛教一般在做人方面我这个问题也很想过 生活当中好的一些生活方式与佛教冲突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了 可以说 简单地讲我们佛教里面讲十三 从身体上面不能杀害生命 不能偷盗 不能邪音 还有语言上面不能说网语 不能说旗语 不能说密间语 不能说恶语 心上面不能太贪了 不能有发脾气的心 不能有对任何事物的有种偏见 其实这些应该在做人当中也只不过没有提佛教里面的释善 实际上我们人格比较完美 人格比较完善的 任何一个人会在做方面努力的 因此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学术界研究也好 或者大家共同的时候我并不但是不排斥非佛教徒 而且我也特别希望有一些非佛教徒也是了解佛教 了解佛教的不是佛教是一种迷信 就像以前学者梁启超也说过 佛教不是迷信 是智信 说实在的我们研究也好 我们也谈不上什么研究 但是对佛学专心学习或者阅读应该很多年了 同时也看了一些古今中卫的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 那么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你即使没有学佛也是做一个好人 那么佛教的任何行为不会冲突的 如果你做一个坏人不但是对佛教有冲突 现实生活当中更是大家都可能看不起的 你自己也是违背了真理 所以说实话如果你真的要讲一些真理 那么在真理上佛教是没有冲突的 如果你不讲真理的话 这种观点佛教是处处有香味的 谢谢 康夫你好 我是苏州科技学院的毕业生 也是一名信佛一年多了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同事 他们都会觉得说佛教的一些无人处事的智慧 还有一些认识事情的方法 那些道理佛理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他们就对非自然力量的那部分 就有点不太相信 就会觉得说很深邪见 包括我自己也始终觉得没有见到过 就不会太相信 这个该怎么破除了 你所谓的非自然说的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三世英国 那些我们都看不到 还有原亲债主之类的 还有那些 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 我们没有证实过的这些事情 对 其实你这样的现象 一方面可能我们从小的环境 和从小的各方面的成长 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和差别 但是最关键的呢 实际上是你所谓的非自然的 我刚才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 稍微也提了一下前世后世的 其实关于三世英国前世后世的问题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我也开过很多次学术的交流 专门这个问题做了许许多多的探讨 然后也造了许多多的现在科学的论证 因此你刚才说没有科学的依据完全是不成立的 前世后世存在的很多非常科学发达的科学家 他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是形成一个非自然的理念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有相当一部权威性的科学家 他对前世后世的论证和存在有所论证的 这是一个是我以前翻译过的有一个前世今生论 还有以前我也大概十年前写过一个佛教科学论 这里面有很多佛教科学里面共同所承认的一些道理 当然你刚开始你自己眼睛看不到的 心里想不到的这些不承认其实这不是一种逻辑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 摸不着的东西包括量子无力学的很多颠簸 很多无形的力量我们现在看不到 但是他是专门的专业学者他可以 包括对我们的意识也没有真实地去研究 所以昨天我跟宿主这边的极群法师 也是在一起谈到的时候我们都有共同的想法 以后佛教当中佛教的心理学非常的殊胜 包括以前有志标科学家 他说威士学跟现在的心理学结合起来 在他一个科学家研究佛经的报告 这一文当中专门讲了一些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地去 是不是真的看不到的东西不存在 缘情在住真的不存在 你亲自采访一些真的有缘情在住干扰过的话 包括我这边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明星 明人 有一些人你亲自问一下你就可能不得不承认了 坎姆你好 我是来自管理学院哲学班的一个学生 据我所知那个犹太区法师提出了人身佛教 那个幸运大师把它就是演化成人间佛教 目前人间佛教思想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支持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藏传佛教有没有受到人间佛教思潮的影响或者说冲击 对于这种思潮您觉得藏传佛教应该如何应对 谢谢 其实藏传佛教实际上不但是人家佛教对他没有任何的冲减 而且特别适合藏传佛教的理念 我刚才讲了藏地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 它完全是一种成了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中作卧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这种理念应该说是在藏地的生活当中 它已经完全人间佛教成为一个生活 只不过在汉地太区法师和包括信仪法师 后来他们有一种新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改革 新的革命以这样来把人间佛教进行弘扬 在藏地来讲只不过有些大的法 像藏传佛教里面有叫做大受盈 大宗观 大圆满 这些法境界比较高它要落地的话可能还要一个过场 包括我们今天的学术交流 我都并没有讲佛法方面更深奥的一些道理 这些理论上我会讲但是我讲了以后可能很多人不一定 所以我讲到了最简单的一个传经论 最简单的功德它是人间佛教的一部分 它完全是刚才吴教授说的一样 它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行为 但是你行为背后的文化历史没有动到 人们对它一直有一种成见 这种成见实际上跟我们的理论不相合 孔子也是原来说过 任何一个知识如果离开了它的利益的时候 包括它的文化也会受到大忌 所以我想人间佛教在藏地的生活 在藏传佛教当中它是更糟的 完全称为藏地弘扬人间佛教的一个围域 所以在浪潮当中不会有丝毫的穷劫 当然我们现在要适应社会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可能适合现在生活观念的一些途径 这方面很多宗教人士 佛教徒需要关注 上师堪布你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 今天专门赶过来听您的演讲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事情的过程中会出现 比如做事情比较长是吧 做事情比较长就容易昏沉 打瞌睡 那在佛教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做事情的过程中能够长期保证比较专注清醒的状态 请上师堪布为我们解答一下 谢谢 其实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如果打瞌睡最好的办法就是偷摇摇一摇 然后眼睛往上看这也是一种方法 很多禅定的修法当中心如果特别散乱的时候 眼睛往下看身体不动摇 如果心特别昏沉或者睡眠的时候 一方面身体稍微晕躲 当然你刚才讲到做事情 可能有些人做事情的三十三种有一定粗糙的心 尤其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 包括找工作的时候今天在这个部门找一段时间 明天又跑到那里 后天又到那里 这种行为是很不明智的 应该是做任何一个事情 可能要有一种比较沉稳的心 稳定的心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做任何一些事情 你只要心定下来的事情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痛苦 你不能心一次而推险 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遇到一点点违缘和困难的时候 心坚持熬不过去的 其实遇到困难和痛苦我们心更要坚强 以前美国总统尼克蒂他的母亲听说打牌的时候 这个孩子经常没有好牌的时候很痛苦 后来母亲给他说不好的一个牌 你打得很漂亮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 后来他在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 真的用一种很不好的他的痛苦和违缘转为道用 他在痛苦当中找到快乐 所以现在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困难 这个复杂的问题 没办法转化为简单的事情 应该是在复杂或者痛苦 比较麻烦的事情当中利用自己的智慧获得快乐 这就是这种智慧的选择 因此心不稳定的时候 心就是用一种智慧来让他稳定 让他在明智的抉择 这样以后做任何事情一定会有效率 你好 我是苏州大学的讲师朱光磊 然后经常非常有幸地听到您的讲座 我有几个问题 但是我想把它讲的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做汉传佛教的时候 经常有这个比喻 说如来藏自信清静心如水 然后有无名风洞 然后产生了波 因为有波的话 然后才有一种加油 当我们看到波本身就是水性的话 于是就看到了空性 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比喻的话 会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无名风是怎么来的 如果世界整体就是这个水自信的话 那无名怎么来 当然我们可以从当下的境遇中说 我们碰到了某个烦恼的事情 一个象 然后起到了一个心上 起了一个烦恼心 但是问题是 这个象本身也是一种烦恼心事所起 那么于是会产生了一个悖论 先有一种烦恼的象 然后我起了一个烦恼心 这是一个因一个果 因为我先有心 然后再有一个象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心和象是同时聚起的 一起聚起的 如果一时一起聚起的话 它自身中又如何会可能呢 这种为什么同时会起来 这个可能性在哪里 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么一个整体的思域中 我怎么去把握这个无名 是何以可能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在元启法的背景下 安利一种秩序和规则 就是规则和秩序怎么安利 因为我们一般性会说 一个人的道德心 发菩提心 当你看到空性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 但问题是一种秩序 而一种秩序 如果是在俗法上 世间法上来讲的话 好像是一种执着而产生的东西 而直性而产生的东西 可是如果说直性而产生的东西 是不是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要把它打破的 而只在元活的境界上 才能把它重新再收回回来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直性的本身 它就是说 万法后面是一套规则的 这套规则可以放在科学上讲 当然也可以放在三世因果上讲 这个因果律 如何在元启法的背景下可以成立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请教一下 好 我的理解是这样 第一个是关于如来藏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汉传佛教当中 有碎和波浪的这个比喻 还有我们一些 第三传法论的佛经当中的话 有天空与乌云的比喻 也就是说如果用水和波浪的比喻 大海相当于如来藏的本体 如来藏光明无微无际的部分 海底不动摇 然后无明的波涛就是海面的波浪以这个来比喻 那么这个无明风从哪里来的呢 实际上跟大海的本体相比较起来 它是一种忽然性的相当于我们用虚空是无微法 它是没有变革的 但是以虚空的本体而言上面的无云忽然起来的 它并不是真正的心本来面目 因为你到成佛的时候你到实地摩地的时候 所有的无明包括阿难耶和所有的心事 他会转眼 他会自然离开 因此跟如来藏本体的光明相比较起来 他一个是有一种长远的 到佛地的时候还是原来的本体现前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更没有其他的一种本体重新出现 从这个层面讲无明烦恼的风应该是后燃性的 这种后燃性从我们的直觉来看可能发觉不了 但是实际上用虚空无云的比喻 那么本体的无微法跟有微法的无云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相对而言知道它是依靠无二的因缘而呈现的 因此我们成为无明他是可以远离的 而如来藏的本体不能远离 当你成佛的时候完全现前 只不过是暂时被这样的相已经遮住而已 所以当你禅宗也这样的密宗也是这样的 这个波涛实际上是不离海水 当你认识的时候 那么波涛的本体也是海水无二无别的 当你没有认识的时候 大海是平静的 波涛汹涌蓬勃 所以在这个之间在相上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在实相的本体上没有差别 为什么说现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经常讲我们的七星动量无非不是智慧 从这个层面讲的所有的相 实际上跟如来藏的本体没有什么差别 在那个角度言 所谓的无明从它的本体上就像是波浪的本体 比于海水不离开一样也是与如来藏的智慧 一刹那也是没有离开过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元气空性 元气空性的背景下 三世因果等一切的规则如何安理呢 其实这个应该是怎样理解吧 就是元气空性从二转法论当中要讲到 元气空性是本体上的空性和显现上的元气 这两者都可以显示 它的规则有两个层面的规则 第一个是本体的规则 它的本体的规则一切万事万物除了空性以外 丝毫学也是找不到的 这种找不到并不是佛教广师从口头上说的 完全是我们用流氓菩萨的中观六轮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任何一个职者也是不得不承认 最后确实是抉择为空性的 但是抉择空性只不过是它的本体 它在显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它显现的时候还是不离我们现在六道轮回的规则 这就是说 星空即是元气 元气就是星空 也就是说现在任何一个事物 它的本体跟空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但是这一点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认为比如说如果是空 昨天我们在科技大学的时候有些教授也问 如果是空性的话那么三世因果是这么常理的 空性和有难道不相伟吗 其实是不相伟的这是物理学和量子学也是 它的本体跟现象不相同的 科学家也承认现象是在我们面前现象的这一套 但是它的本体在我们肉眼面前相不相 这是通过科学一起观察出来的时候 最后知道原来物质的本体就果然如此 那么这种相通过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可以得出来 因此现在所有的这些规则 从现在的一些语言来讲应该在相上安立的 相上的任何一个规则 它的本体与空性元气从来也是不能离开的 也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的这种道理 我们用中观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最后你也可以得出结论 或者我们禅修和一些密宗的修法 当你修行就认识自己心的本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知道 其实相的本体就是空性 空性的本体也可以相 我们心境里面色不亦空 空不亦四 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 谢谢 康布法师 那么听了你的讲座 感觉像一场精彩的步道 那么我是对学系的姚信夫老师 也是教宗教学的课 那么也是给我们学生上了一堂宗教学的课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藏传佛教在和国内的 包括基督教 伊斯兰教 也包括国际上的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这个对话和交流方面 他做的一些工作和进展 好 谢谢 好的 首先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老师们 也是积极参与 尤其是这样的长期的 给学生带一些宗教的课 我觉得对学生 他的人生价值观正在转变的时候 稍微对宗教的一些理解和了解 哪怕是一点点对他的一生的作用 也许可能超越了其他的知识 藏传佛教应该说现在在国际上 可以说大概有140多个国家 但是我具体没有统计过 实际上有很多国家建立一些中心 研究极构 在这方面研究 学习得非常多 在汉地以前格鲁派的 包括法尊法师他翻译了许多格鲁派的经论 这样以后在民国期间应该弘扬得相当多 在这个之前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 当时护比利的影响还有顺之康熙以及乾隆 从那个年代开始在汉地应该弘扬得非常广泛 那么如今来讲我所了解的许许多多的地方 应该说跟汉传佛教比较相同吧 各个地方尤其是在现在一些在家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 了解汉藏传佛教的人是相当多的 而我们现在对其他宗教的一些沟通 确实也是在海外藏传佛教的机构 他们经常开一些学术研讨会有一些讨论 我们也准备如果成功 明年七月份的时候也是在香港 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道教和儒教 各个宗教在香港教育学院有一个平台 他们各个宗教都可以包容 它是宗教性的有一些包容 在这里也准备开一个世界性的 有一个互相沟通 互相平等的交流 前一段时间我在社会科学院这边 也是参加各个宗教 当时大概有十多个国家的各种宗教 他们对宗教与慈善方面的论坛 那么这个也是当时发表了 儒教有儒教的观点 道教有道教的观点 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观点 但是我当时听到的基督教的观点比较多一点 而且基督教的思想 尤其是他们帮助人的力量比较大 我们佛教和其他宗教好像只讲自己的精神 他并没有在我的想象上我们佛教 包括佛教都是在这方面比较弱 很多佛教徒讲自己的修行 怎么样关注社会 怎么样帮助弱势群体 这个理念我从自己的感觉上来看 好像当时美国的很多人也在讲 中国的很多基督教徒 他们站得高一点 看得远一点 对很多都是有一种自己的使命感 觉得所有这些可怜的人我们要去帮助 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使命感 每一个人的发愿他并不是很自私的 所以在我的印象上面 我们有些包括佛教徒 可能要学习一些其他宗教的优点 否则我们始终都认为自己是很好 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传播下去 如果我们开始的话 恐怕是在以后这个历史当中 还是受到一些不太好的这种挫折 谢谢 尊敬的索达基上师您好 我很猫背 就是刚才听到您的开示 就是给我启发很大 然后我有注意到您刚才有在强调一个主题 就是障传佛法里面非常强调这种利益终生的这种心 那么这种亲戚自我利益终生这种心 升华到一定程度就是菩提心 那么末法时代的众生习气比较重 现在大家就是自私自利的现象非常严重 那这种习气的改变可能不是短时间能够有所变化 那么请上次为我们慈悲宣说一下 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 谢谢 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是印度特别著名的论典 《入菩萨行论》第一品当中讲得比较多 所以我想可能要我们改变一个人不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心灵的改变不是很容易的 因此我们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学习以后 应该可能需要一种比较长期的训练 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 所以我想我也以前讲过这部论典 希望可能讲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 一个是在《菩萨学出论》里面 还有《寂天菩萨入菩萨行论》的第一品 还有《华严经》当中专门讲了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在这些相关的经验和论典当中看的话 应该是非常好的 菩萨学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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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看部赤教 一个就是陈娜和法陈 他对限量的看法 您觉得他们对限量的解释 就是您的理解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 就是龙树跟于家行 还有钟喀巴大师 他们对空有关系的解释 就是我想听听您的这个理解 谢谢啊 我觉得刚才说 菩提心和出离心不是问题 这个就不说了 我们俩都不说 你也不说的话 我也不说 然后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移民当中 移民的创世人可以说 其实佛经里面有移民的 包括《十地经》 很多经典当中有移民的知识 移民实际上后来是印度的陈娜论师他开创 法陈论师进行解释 移民当中刚才讲的一个是限量的问题 因为移民要证实任何一种结论 要限量 必量还有瑜伽量和教量等等 限量之间的差别其实从中体上讲 不管是陈娜的观点 成了在《英明学集论》当中也讲过 法陈论师在《十量论》当中讲过 但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什么样呢 最关键的当我们不管是严而卑色 任何的流根取色声相为流进的时候 外境所有的自相通过无分别的方式来接受 这个是成了也承认 然后法陈也是承认的 所以应该没有任何的分别 而且世间也是同时的 他取的方式很明显的方式 并不是模糊的方式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应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 因此我认为在他们的究竟观点上 就刚才讲了事物的自相能取出方面 应该没有任何的差别 中观的龙猛菩萨和 包括瑜伽和宗大师的一些空性 案例方面 实际上这是在藏传佛教当中辩论最多的 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宗喀巴大师的一部分论典 他刚开始对初学者面前抉择一个单空 到了最后的时候跟他们讲 就像宗喀巴大师所讲的 《缘起空性》里面所讲到的所有不二法门 也就是说他的《缘起战》当中所讲到的空性 这种空性 龙猛菩萨正好在《中论》第二十七品里面 所讲到的空性完全是吻合的 那这样一来不管是瑜伽的论 我们现在所谓的《瑜伽师弟论》 或者《卫世》的观点 在宗的究竟上 抉择生一地空性的时候远离四边八性 然后暂时抉择唯世宗万法唯心的观点 那么这种结合很好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很伟大的一个学者 叫米鹏大师米鹏仁波切 他所造的《中观庄严论》当中 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唯世宗和宗观宗 宗观宗也是暂时的自虚派和究竟的隐藏派 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来宣讲的非常非常的殊胜 如果看了之后 宗喀巴大师原来如何解释 龙猛菩萨和圣天菩萨以及《悦乘论师》最究竟的观点 所以这方面我想最好的一个是 我也以前讲过宗喀巴大师所造的 《入中论》的讲义《三戒密义书》 《三戒密义书》的教义 龙猛菩萨的究竟意义非常的相合 还有一个问题 您怎么看的无诸本 空性 真如 您是不是把它看得绝对实在 我无诸菩萨所说暂时的维世宗真人 这是针对维世宗的观点而讲的 所以我肯定不承认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究竟是 我不会承认是正如是真实常有而存在的 这是在现象当中它真实存在 但是它并不是他的实相 好 尊敬的坎夫 我听了伸手启发 因为我想我跟西元寺的和尚 就是不如你像祭权法师 就是很多 就是汉传佛教我表面上了解一些 藏传佛教一点不了解 所以今天听了以后 最大感受就是一个立他心 我感到是要慈悲 要力量 智慧 但是有一点 我从这么多年跟西元寺的和尚们交流下来 有一个感受 就在汉传佛教中间 他们中派之间的争论很厉害 而且争论结果导致什么的 导致着派系之间的分裂 乃至于具体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我想请问 在藏传佛教中间 有没有像汉传佛教中这种现象 您是如何看待 因为经文很多 藏传佛教经文很多 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经文 怎么去解释这句经文的 所以刚才比如说 我们王兴岁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您说自己观点 那么如果说不同派比之间的 他们之间的这种争论 对解释从解释经文中间 你认为哪一种解释最合理 好的 从我的观点来讲 我们这个汉传佛教 比如说禅宗 化验宗 净土宗之间 然后寺院也寺院 净土宗也是 跟净土宗的这个室院 那个室院 也有一些差别 包括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参加慈善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佛教团体 他们来的话 我们不来 当时我听到这个话 因为在当代来讲这两个宗旨是非常庞大的 应该在国际上是很有影响的 但是当时他们的负责人说是 因为他们一个来的话你一个不会来的 当时我听到以后心里很酸 这不是很合理的 但藏传佛教当中有没有这样呢 确实在历史上也有过 但如今有没有呢 如今应该说在大的范围当中没有 因为像我在的佛学院 它这里是所有宗教的 我们专门做一个特别大的佛塔 佛塔的周围有各个宗派的藏传各个宗派的 汉传佛教的 南传佛教的 所有佛教教派的佛堂 这样以后象征着什么呢 我们最究竟的观点就是吻合 暂时虽然有自己的皈依 法会一些意识不同 但是究竟刚开始发行一样 中间的细微都是理大到最终成佛国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昨天晚上跟集群法师也说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也要交流 汉传佛教之内也不能有互相的排斥 藏传佛教之内也不能有都是释迦牟尼佛传向的 而且这种精神就像基督教 他们任何一个地方的基督教很团结的 大家都有一种共同意识我就是这个宗教徒 可是佛教始终都是从小的排斥 我是这个上师的弟子我是那个上师的弟子 上师与上师之间也有差别 弟子与弟子之间再稍微扩大寺院与寺院之间 再稍微扩大教派与教派之间 这样小的家庭式不团结的方式 对将来佛教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危害 所以现在藏传佛教应该说在某些程度上非常的和和 我们也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佛教 乃至其他的宗教包括非佛教徒 互相有一种宽容和理解和学习的很多机缘 这样以后遣除了很多无解和不合理的偏见 最终就是要让达到共同的目标 刊布 刊布好 我是您的学生 去年有参加第一届青年佛教学术研讨会 那今天有个问题请教刊布 佛教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心和时是指的什么 变现的又是什么 请刊布此为开始 你的理论太深了我倒还有点 我从表面上理解 因为佛教《瑜伽十地论》里面 一个是是 一个是心 一个是意 这三字之间从总体意义上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从分开的意义 那么它是怨真相 怨表面的形象 还有怨它的一些方式等等 心怨任何一个对境的时候 它得出来不同的结论 所以从总体意义上看来 心和时或者还有意义 所缘上面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万法为心造也好 万法为心变也好 实际上按照威士隆的观点其实有很深的意义 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光是理论的框架 它是一个实修真正的所证 因此如果我们真正去学习的时候 一切万法本来都是不离我们的心 犹如梦境这是中观伟大的《月城论》 是在《如中论》当中用了梦的比喻来说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梦你世间再长延 当时再这么现前当你醒过来的时候确实也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卫世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心造的话 这个我们感受可能很深的 虽然我们现在能看得到它的一些现象 但是现象的美或者丑或者它的存在 完全是对你的心有关系的 你心变成什么样 靠你 比如说我是心已经获得自在的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成就者的话 我到那里去都是一种快乐都是一种天堂一样 我如果心特别复杂 我的心一点没有修正 我到任何一个 哪怕是我去天堂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苦恼 我看到现在有些特别条件好的独圣者 有些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些孩子们 无论他坐怎么样高级的车也好 他在任何一个高级的宾馆里面 觉得很痛苦 很伤心 很绝望 恰恰相反的有些像藏地的一些特别纯正的孩子 他无论到哪里都有一种开心 所以这是对我们的心还是有一些直接的作用 人如果不懂得这样 完全只是用一种物质来或者满足我们的性的话 那恐怕是非常痛苦 法师您好 我是管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名博士生 这个我有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跟一个故事有关 这个故事涉及到对人的行为的一个评价问题 他的是讲的是一个和尚和一个屠夫的故事 就讲的是和尚和屠夫相约 就是每天都要早起 一个是要去云生 一个是为了去念佛 然后呢 就是他们水起得早 然后就去叫另外一个起床去干活 然后最后呢 这个结束他们俩往生之后呢 就说屠夫上了天堂 和尚下了地狱 然后这个故事 这个和尚可能就不理念 为什么自己要下地狱 然后这个上帝是说 大概这个意思 是说他是 他叫他起床是为了杀生 然后那个屠夫叫和尚起床 是为了去那个念佛普渡众生 但是那个马克思说 人的一切活动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利益 虽然说这个利益分很多层级吧 对于这个故事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人理解的话 他们互相叫起床 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个人 为了让另外一个能够叫自己起床 我不知道藏传佛教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故事 您会怎样评价他们两个人的行为 谢谢 我觉得它可能是基督教的一个故事 但是我可以用藏传的一些方法来说 其实他比如说和尚叫他主要杀生 然后屠夫叫他念佛 但是用我们的一些理论来解释的时候 应该说他也许确实是他第一个 他死了以后转到地狱里面去了 和尚转到地狱里面去了 因为他天天都是让他杀生 另外的屠夫上到天堂 他自己所造的果按照藏传的佛教理解 他不是永远都在地狱里面 因为他念佛的功德他最后一定会是 只不过先去地狱里面 然后这里守护完了以后还要上天堂 上天堂的人先在天界感受快乐 然后去地狱受苦 不过基督教的很多来世的评价只是说一下而已 并没有像佛教那样这个因果怎么造 造完了以后像佛教里面这个果 有异熟果 灯流果 食用果等等有很多的果 但这个果像一种因先感受什么样 另一种因的果报又变成什么样 后续还有不断的果场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看他这是有种不可思议 他做好事没有好报 但实际上这个因果还是不虚的 只不过是他连续片的后面没有继续演下去而已 如果你看完广告以后再继续看的话 应该有他的会计 康复您好 我是一位在读的博士生 我的专业是电影文学 最近就是咱们中国有一部电影是李安导演派的少年派 非常的不光是在票房上还是口碑上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前几天我去上海 然后在上海最繁华的一个新华书店 在他的那个畅销书专柜上 我非常意外地看到了少年派的原著小说和您的最新著作 好像叫做才是得到吧 并排地一起放在这个畅销书的专柜上 然后我看到这个景象让我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以前我们一直都认为藏传佛教给就是汉地众生感觉就是非常神秘 但是现在通过堪布等一切相关的一些大德他们的努力 就是已经可以就是进入新华书店最畅销的专柜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些相关的非常精彩的开示 那么我今天的问题是 我想问一下禅宗的见性成佛禅宗的开悟和咱们大圆满的成就 这个两个就是最终在那个取得那个佛果的那个果位上是不是有什么异同 这个禅宗的明星见性或者是我们大圆满的这个精神成佛呢 实际上它有不同的解释方法禅宗的明星见性也有 它层次方面有差别的 而密宗的见性成佛也有层次的不同差别 但具体的这些不同差别我曾经写过一个叫密宗断破论 因为当时我看到极个别的净土宗对密宗不了解 甚至有些非常严重的诽谤 甚至有些说是密宗即生成佛的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后来我想用禅宗的一些语言 其实禅宗包括《六咒经》的一些公案 《六咒经》的整个一些故事也知道 认识这个新的本性也是比较快的 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其实密宗当中也通过大圆满的修炼 我刚才在跟大家交流过程当中 举了一两个人红生成就的简单例子 像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 可以说我们现在最缺少的藏地很多的文化背景 包括网络上非常少 真的如果把这些故事和这些真实的事情 如果写下来了包括有些学者 亲自去了解一下藏地所发生的一些非常奇妙的 修行的境界 真相这些让人可能很惊讶 就是一种不可思议可能会感觉到这样的 所以禅宗和密宗的一些差别 我当时引用了很多禅宗和密宗的 典故的历史和教理来说明 你们方便的时候可以看看《密宗大伙论》 我相信台湾都不会要提问题 都要提问题 请求跟看部进行对话交流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相信以后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还可以下次再有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法师开始的讲演 应该说如果说是一种初级教法的话 那么到第二阶段就是对话交流的时候 我感觉可能双方的这个积极性 这个智慧完全都调动起来 我感觉非常精彩 就充分体验做看部这样一种辩才无碍 因为以前我们理解汉传佛学讲某个法师 叫讲法辩才无碍 我现在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 这个辩才无碍一方面是讲他这个 真理不同众生的根性 他讲法圆容自在 采取种种方面法门 批语文字 第二点我就感觉特别是藏在佛学 因为他非常强的英明 强的这样一个教法系统的训练 所以他非常强的教育的辩论 互相辩驳 在这个辩驳中维护他自身的立场 所以我想这个辩的概念 一方面是一个讲法圆容的无碍 还有就是维护自身立场 然后应对提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 这个也是很感佩的 所以我想今天的讲座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 有这样难的机会 我想我们再次向看部的精彩讲演 和诸位大家的积极参与 表示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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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